超级小英雄 超级小英雄 Super 又知道了爸爸妈妈最喜欢的 单元乐宝贝好品格 真的爸爸妈妈 只要看我们这个单元 真的可以省很多很多钱 因为如果要教小孩 就是从心理到他们的行为品格 其实如果去外面的话 是要花很多钱的 对不对 皓依老师 是 非常贵的 皓依老师 你的收费也很贵 直接不方便在这里透露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 我们的超级小英雄 又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 好 今天的小朋友 是来自哪个幼儿园的呢 新闻月娥 欢迎你们 非常有活力 那今天我们有两位 就是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徐亚涵 哈喽 大家好 我是Candy 徐亚涵 好 第二位来宾 是我们的叶子轩 子轩你好 大家好 我是Sandy 叶子轩 紫轩最近是发了最新的专辑 叫做《惊艳》 对 然后英文的名称是《Pure and Change》 就是很纯的改变吗 对 蜕变的那种感觉 那雅涵呢 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们的音乐财头 没有 我最近就是在演电影 真的哦 对 最近有跟陈晓冬冬哥 演一部电影叫做《绑架大明星》 就是可以多去尝试嘛 对 皓依老师 是啊 所以要多看这个单元 才知道潜力在哪里 对 没错 小孩的心里有很多角落 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可是其实这些呢 会影响他们的未来 它是比较负面的 我们可以说小孩的心里 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测测看 小孩的心里那个光明跟黑暗 藏着什么 好的 那要怎么来测呢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 准备了一个测验 所以各位小朋友 有没有看到这一台电视机啊 有 等一下呢 上面会有很多图片 所以呢 你看到图片以后 你只要仔细看 看你看到什么 然后我问你 你就可以举手 这样可以吗 对 可以 好 那我们开始第一张图片了 雅涵跟子萱也一起看了 对 好 来 请问各位 这张图片看到什么呢 名字 花瓶吗 好 请问看到花瓶的 请举手 几乎都看到花瓶就安哥哥 就三位朋友没有看到 请问看到花瓶以外看到什么 安哥哥看到什么 看到花瓶 海瓶 有没有看到两个人的脸的 请举手 没有 我看到了 是吗 这男后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两个脸 大家有看到了 哪里 是两个黑脸 黑脸 有没有看到这里 对 就是他们的侧脸 有 所以你高线 有没有看到 吓到的肯定可能 所以我刚才会说 吓到的肯定可能 我就吓到啦 好 好 没关系 没看到 我们再来看 但要以第一个感觉嘛 对 第一个感觉为主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 也要看一下 你孩子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 把它记下来 所以刚刚大家第一个看到的 都是花瓶 花瓶 记起来咯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那请 请问 各位小朋友 在这张图片里面 看到什么呢 什么人 女人 来 请问一下 看到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的 请举手 好 那请问 看到一个老太太的 请举手 这超 这个图非常的有名 你有看过 我常看到 那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 老太太在哪吗 好 我告诉大家 这有一个鼻子 对不对 然后眼睛 嘴巴在这边 有看出来吗 是不是变成了老太太了 有吗 大家有看出来吗 有哦 她鼻子很大 鼻子很大 有没有 然后眼睛在看下面 上面是她的头发 还有那个 胡子 还有胡子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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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衣服 因为有老太太的衣服 有没有 然后她带白色的头发 有没有看到 可是刚刚我们这样看 大部分人还是选 就是看到女孩的身体 看到一个小女孩 对不对 小女孩就是 这是她的下巴 眼睛在这里 对 没错 两个 看到什么 老人 老人在哪里 哪里 这个侧脸 这个跟这个吗 好像 好 那我要问大家 请问看到两个老人的 请举手 同时看到两个老人 其实我 老师 我是同时看到老人 又看到有人在弹琴 那你要自然先反应 刚刚丽菲讲的这很重要 你是同时看到两个老人 跟弹琴的人 还是你只有看到老人 很久以后才出现弹琴的人 弹琴的人在哪里 就在那里 看到两个人拿着吉他 拿一个顶着一个胡子 在上面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第四张图片 好 各位小朋友 请问你们看到什么呢 我也是同时看到 我同时看到一个老人 跟一个女人 看到一个老人跟一个女人 好 那我来问咯 请问看到老人的脸的 请举手 那请问看到一个老人 跟一个到小孩的妈妈的 请举手 我全都看到 你全都看到了 对 我看到 你知道那种好像看到什么的 好 那我再问大家 有看到地上躺着一只动物的请举手 你看到狗狗 你是看狗狗 对 那如果爸爸妈妈 你的孩子也说 他全部都看到了 你要记得他看到的顺序 还有他看不到的东西 要记得顺序 对 要记得顺序 还有他看不到的东西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 各位小朋友 请问你们看到什么呢 老人 我看到后面 后面有很多 你们跟老人很有缘就是了 对 来 我来问大家 看到一个老人的脸的请举手 几乎 几乎都看到了 好 没有 亚涵是看到启示吗 我看后面有很多人的脸的印象 第一个就看到后面有很多脸吗 对 对 好 那我再问 跟亚涵姐姐一样 看到后面这里有很多脸的请举手 你们都是他讲的 后才看他了吧 对 不能 要第一个姿势 好 来 再来第二个 有看到骑马的士兵的请举手 有 好 中间这里 中间对不对 好 同样哦 爸爸妈妈把你孩子的反应记下来哦 不好意思 第一张图片 好 跟第二张图片 看到的是比较 旁边的那个脸 还有那个老人的脸的 那就表示呢 孩子比较容易看到 副相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感觉是 如果是看到少女 对 如果跟刚刚你看 他们都是小朋友嘛 所以他们看到的 就会是花瓶 漂亮的花瓶 或者是少女 跟漂亮的少女 对 那所以呢 这在孩子的身上是很容易发生的 可是孩子的问题就是 他们可能就不会想到 很多危险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是只看得到这个少女 跟漂亮的东西 你就要提醒他 平常要注意安全 要有安全意识 那女孩跟子萱呢 刚刚你们第一地位的图 是看到什么 女孩 我也很直接 就是花瓶跟女孩 对啊 我们大家都是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小心 对 可是如果说你马上 愣了一两秒 你就可以看到 后面的那两张脸 跟老巫婆的话 那就表示 其实还是会有危机意识的 对 那如果有些小朋友 其实看很久 你就是看不出来 无婆在哪里 老太太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那个 转换的问题 好的 然后如果刚刚呢 第三张 第四张 跟第五张 这个呢 如果同时孩子只有看到 第一个只有看到老人的脸 或者是只有看到这个 小女孩的这种的话 那就表示 他没办法切换到 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他很容易 在一个地方上面有执着 对 所以刚刚这个就是 我只看得到一样 我就看不到其他的 他就比较容易执着 执着是不是可能 比较会钻牛角尖呢 对 就比如说 他在写数学的时候 这一题不会 那有的小孩 他可能就跳下一题 先算下一题 再回来算前面这一题 对 可是刚刚像那样子的孩子 他就会直接 一直在算那一题 就是要解决那一题 对 他就是考试的时候会 那一题不会 他就后面统统空着的 那种孩子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是 他只看得到其中一样的 爸爸妈妈就要预防 他未来的这种执着 因为这可能会 反映在考试上 他可能就卡在哪一题 不会的时候 就停在那里了 好 那亚涵你们会吗 你们刚刚选的是 我刚刚选的是后面的 后面 就是 他可能看到狗狗 我记得亚涵是看到狗狗 那如果说呢 就是刚刚三四五题 都是先看到C的这种 是属于比较细腻的孩子 就是有神童的本钱 男生 超新意的啊 对 就是很容易看到 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 比较细微的地方 所以这种孩子通常比较细心 可是你还是要预防他 会不会看到一些 比较负面的东西 因为细心 太过细心的小孩 通常会比较敏感 对 会比较敏感 那还有一种像丽妃一样 丽妃刚刚是同时 两个东西都冒出来 对不对 那这种孩子有一种优势 就是他在光明的地方 可以看到黑暗的东西 在一个挫折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好的东西 所以我想你挫折人容忍力 一定不错 才能在演艺圈生活这么久 对啊 很准 好 那最后呢 像这一题 不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后面有很多例吗 对 这里面有玄机哦 爸爸妈妈可以让你的孩子 再仔细地看看这张图片 如果孩子盯着这张 这些脸呢 就哭出来的话 或者是他脸上 就出现很害怕的表情 那表示孩子心里 是有很多焦虑的 对 那就需要爸妈多关怀了 所以就是亚寒刚刚 你也是第一个 就是看到后面的脸 对对对 这种孩子可能就会怕鬼啦 怕黑啦 会吗 你会怕鬼鬼啊 我不会 太难了 好 那除非呢 他有一些啊 就是喜欢 如果是另外一种 就是喜欢看恐怖片啦 对 就是胆子会比较大的 所以你还要看到 孩子看到脸以后 你还要去看 孩子看到这个脸的表情 是什么 如果他看到 然后这些脸的表情 是开心的呢 对 他是很开心的 那以后可能就会对 那种医学啦 解剖这些东西 是特别有趣的 所以就可以当医生或牧师 对 就是对人家比较 不会去注意到的东西 他是会有兴趣的 好 老师 我之前选骑士 你之前选骑士吗 对 那骑士是什么呢 你是只有看到骑士 还是也看到老人 先看到骑士吗 后面的脸 然后老人骑士都看到 他全部都看到了 他全部都看到了 所以像那个 安哥哥这种孩子 就是比较多元的 他也就是比较能 看到全部的东西 所以弟弟也是啊 对 就跟爸爸妈妈 常带出去玩的 世界观有关 对 好的 好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 就是进行完了嘛 对 好 所以真的是要多了解 自己孩子在想什么 个性 真的是要多多观察 还可以做一些小测验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 谢谢我们两位特别来宾 也谢谢我们的好语老师 我们现在继续的下一个单元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